您听说过粉红税吗?这不是一种税款,而是厂商在生产同一种商品时,根据性别不同而定价不同。 比如同样牌子的剃刀销售给男性就比女性便宜,且女性也往往因为性别而为同一种商品支付比男性更高的价格。 新立法公布之后,CVS药房决定跟进,计划对全美范围内先为一些男性用品减价,并且在十几个州份为这些商品支付销售税。 不过仍然有一些州不允许这样做。CVS药局声明,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个人健康用品中男性和女性的价格差距。 此外,一份新民调也支持这项立法,因为高达四分之一的受访女性表示,在过去的一年中,由于通货膨胀,她们一直在购买女性卫生用品时感到压力很大。 值得注意的是,根据加州新法案,不只要求商人不可再针对女性用品飙高价,即不可再赚粉红税。 原因是针对性别不同而定价对女性消费者不公平,并且可以视为是一种性别歧视。 加州女性地位委员会执行李氏Martinez非常支持这项论点,因为相关研究也发现,当女性购买类似产品时,平均每年要比男性多支付1300美元,但反观女性的平均收入却只有男性收入的79%,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